嗨嗨 我是Josh 最近很多觀眾 希望我來介紹一下MookieBats 因為他今年的表現實在太過火熱了 開啟才沒多久就兩次單場三響炮 讓人想到少林足球的魔鬼隊 肯定是打了陣或吃了藥 不然沒理由這麼厲害 我當冷靠 老話一句 數據不是一切 但是它能帶給你相對客觀的意見 為什麼我喜歡用數據來講棒球 就跟研究生寫論文一樣 你講的東西不見得是對的 但是至少要是有根據有邏輯的 今天我們就用數據來探討 MookieBats的好成績是怎麼來的吧 Bats在2016年每年MVP的票選中 拿到第二名 當年他的WRC家是137 去年下滑到了108 可是我們看XWOBA 他這兩年的數據非常接近 甚至去年還高一點 所以我們或許可以把Bats去年的成績下滑 歸咎到運氣不太好 難道今年Bats的三績爆發 只是因為運氣變好了嗎 嗯對喔 他到目前為止的XWOBA 是高到嚇死人的0.560 代表他的機球品質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Bats今年的機球品質會好呢 我們可以先來討論一下Bats的打擊特性 Bats做拉打的時候 他的WRC家會高達242 但是當他把球打到反方向的時候 WRC家只有25 自從Bats身上大大盟之後 沒有球員拉打和推打的差異 比他還大 也就是說他的拉打很強 但是推打有夠爛 我們看一下他今年的打擊數據 推打比例沒有意外的是生涯最低 拉打則是生涯最高 除了打擊方向之外 Bats的擊球仰角也做了改變 這張圖橫軸是2017年的擊球仰角 縱軸是2018年的擊球仰角 Bats今年的擊球仰角增加了10.7度 這可能跟他今年暴增的Trenada產量 有很直接的關係 增加拉打率 提高擊球仰角 這讓你想到誰 沒錯 就是我們前幾天才談到的 DD Gregorius 這兩個今年表現優異的打者 做的改變非常雷同 如果你是投手 面對這種拉打很強 可是推打很爛的打者 你會怎麼投呢 用屁股翔也知道 當然就是外角球連發 這張圖是投手去年 對Bats的投球進了一點分布 這是從捕手的視角去看的 很明顯可以發現 確實極度集中在外角 我們看一下今年的 其實也差不到哪裡去 大聯盟各球隊都知道 Bats的拉打很強 當然不會傻傻的丟內角給他 Bats一直都是一個 本來版紀律非常優秀的球員 他本來就不太會追打壞球 今年他對壞球的出棒率 排名全聯盟第12 Bats鞏固自己好球帶的能力很好 他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除非已經兩好球了 或是戰術需要 不然他不會輕易對外角球出棒 畢竟硬拉這些外角球 很容易造成一些軟弱的內野滾地球 Bats今年的Contact% 高達86.9% 排名全聯盟第11 很難想像一個這麼會打全黑打的球員 會有如此低的揮空率 因此 Bats當然有那個本錢放掉外角球 等待投手的四頭球出現 我是Josh 身為紅襪迷 為了訂閱數 我連紅襪球員都感舒服了 你不覺得這種精神 真的是很值得訂閱一下嗎 我們下次見 掰掰